哈喽大家好,我是黄素芳 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跟我这么说过 他说不要轻视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子 在2004年的时候我就停止了我的演艺工作 13年之后其实很多人都不太认识我了 然后我回去演的一些角色呢 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角色 其实我也不是很被这些小角色影响到 可是因为旁人的眼光是我无法去应付的 认识我的人就会用可怜的眼神去对待我 因为我曾经是一名主角的一个艺人 就算没有主角演也可能就是一个重角 一个重配角 不认识你的一些新人呢 就可能真的把你看成是一个临时演员这样子 我其实心里就有一点点委屈 然后就有点伤心了 不知道怎么样去对待 我这个好朋友就跟我讲 其实你应该要感恩 当你要回去演戏的时候 第一,你从事了你一份你非常喜欢的工作 第二,你有赚钱 这两件东西就可以让你觉得很开心了 那时我就想一想说 如果我撇掉一些负面的感受的话 我就是想要回去演戏 我喜欢演戏 然后同时我也可以赚钱 其实我可以带着感恩的心 去从事每一天的这些工作的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讲 OK, I don't care about all this negative feeling 我就好好的感谢 所有给我机会演戏的一些 坚持啊,或者是导演们 然后就好好的把我的工作做好 那就因为这样子 我的那个态度的改变 跟我的心态的改变 我就每天都很快乐的去工作 然后就因为有这样的正面的态度跟心态 我就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然后就越来越多机会 去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角色 然后甚至之后就被给予 舞频道的那个机会去演英语剧 甚至是一些主角的角色 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 后来我就想到我朋友讲的这句话 不要轻视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子 可能就是因为我经过那些日子 让我觉得 其实我很珍惜每一次的机会 我就是很想鼓励大家 在过好日子的时候 不要忘记去感恩 去谢谢所有的小小的事情 像身边爱你的人 甚至如果你的日子过得很辛苦的话 可能也可以感恩这些辛苦的日子 可以把你锻炼成一个更好的人 我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段日子 我可能也不知道自己 其实也可以这么的乐观的